阿富汗的签证到底怎么办 阿富汗能不能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成子 现在我正在伊朗跟阿富汗的边境 这个城市叫做马斯哈德 那这边是伊朗藏红花的圣地 同时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他们的宗教圣地 今天是中午的12点半 哎呀 终于到达马斯哈德了啊 马斯哈德州的城市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他们这边的好多都是高档酒店 我们找了一个小时 哎呀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双人间啊 这个双人间有冰箱 有厨房 两张床 有空调 还有电视 非常完美啊 像他们之前的那些 有很多黄牛带着我们去找酒店 他们带的酒店就是1400万 两个人非常坑啊 然后我们凭运气找到了这个 这个是两个人600万 这是120人民币一天 非常不错 刚刚出门 买菜回来了啊 好久没有吃过蔬菜了 今天好好吃一下 一个西瓜 这个生菜啊 两颗大生菜 还有胡萝卜 西葫芦 秋葵 黄瓜番茄 这一袋好像是 20块钱 然后这一边是有罐头汽水鸡蛋什么的 也差不多20块钱 今天可以好好的吃一下蔬菜了 刚刚还出去买了一个200万的包啊 就这个背包 资料非常一般 折合过来就是40块钱 暂时先用一下 我的这个包实在是不行的啊 伤不住了 这个已经不是伊拉克战损了 看这个简直就是伊拉克加叙利亚再加阿富汗战损 这个拉链也坏了 正好 这个包可以 告别历史了 然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明天啊 就出发 前往阿富汗 顺利的话 明天就入境阿富汗 不顺利的话 后天进入阿富汗啊 伊朗之行就 暂时告一段落了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 马斯哈德他们的一个动物园 现在我带里面在动物园 稍微的逛一下 看呀 谁说鸟不会爬笼子啊 这是两只脚还有嘴巴 三点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三角形 就这么一步步的爬上去了 这个笼子有老虎 里面好像是一公一母 两只 这一只应该是母的 体型稍微有点小 哇哦 那只公的跑在后面睡觉去了 现在是这只母的在这里巡逻 他们两个很有意思啊 一个人在外面来巡逻 一个人在里面休息 刚刚睡的是公的在外面 现在是这只母的来轮班 这大猫看着还真的是挺猛的 也不是我吹牛 要是我在县城中遇到这么一大只老虎呀 不出一分钟我就得被他干趴下 这个笼子里面应该是狮子啊 但是狮子呢 你看他们这个笼子这里 这个搞得像那个狮子王的那个台子一样 狮子王星巴看到了 在后面在那个树上 那个蹭痒痒 来了来了来了 狮子王来了 星巴来了 哎呦 这狮子的体型应该还是打得过我 哎呦 这尾巴好粗啊 他为什么拿这个屁股对着我坐我前面 这里这么多位置 他为什么刚好坐在我的前面 来来来看猴哥 这猴哥扒着笼子在这里抠脚丫 这跟我上网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抠脚大汗就是这么来的 哎呦 中间那家伙的毛非常长 从他的发型来看应该是这个笼的笼长 绝对是长老 你看他们的两病斑白 爆炸的头发 这个是小弟 哎呦 猴子居滚原来真的是红的 哎呦 不仅红还肿呢 这是生病的吗 你看这做的姿势相当消分啊 哎呦 长老动了 长老动了 我长老子身上这毛都不一样 身上的毛非常蓬松 红成一大坨 你看后面的这两只猴子 身上的毛也小 脸上的毛也少 哎呦 这长老身手还不错 哎呦 直接是坐板凳去了 你看 这长老坐的位置都是最高的 旁边那个应该是老二吧 你看老大 老二 老三 三个人的这个社会秩序一目了然 哎呦 还知道他盪秋千这家伙 你看老三在玩连胎 哎呦 老二也在玩 哎呦 老二把轮胎拿上来了 然后呢 他把他套在这里了 他不动了 老二可能是嫌老三太烦了 直接把玩具给他没收 哦吼 现在老三没得玩 只能玩老二的尾巴了 还不敢玩老大的 看到没有 纯纯一动 哎呀 看到传说中的羊驼了 神兽 这个是小羊还是小羊驼 这是小羊吧 这个是不是羊驼 我有点怕他吐我一点口水 哎呀 这还是现实当中第一次见的 我得躲避一下他的枪口 我先给你们简单说一下 阿富汗签证的种类啊 据我现在的了解 阿富汗签证 我知道都有三种 第一种是旅游签 第二种是访问签 第三种是商务签 那旅游签的话 在伊朗啊 第一他们的首都德黑兰可以办 第二他们靠近阿富汗的城市 就是马斯哈德可以办 那在德克兰的话 想要办这个旅游签 首先需要从中国大使馆 去获得一份信件 那这个信件的话 就要说明你去阿富汗的墓地 拿到这个信件以后 再去阿富汗的大使馆 才拿得到 阿富汗的签证 那所以当时我就从德黑兰 来到了马斯哈德 因为我觉得从中国大使馆 拿到这个信件的可能性 比较小啊 因为阿富汗总体来说 不是特别安全 如果说他们给我这个证件 以后出了问题 他们可能也会怕自己担责 所以呢 我就要来到马斯哈德以后 去到了阿富汗的移民局 那他们这边办的话 不需要任何证件啊 只要钱就可以了 去了大使馆以后 他们会给你一份表格 把基本信息填一下 然后再贴一张照片 所需要的东西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付钱 那付钱的话 由于中国跟阿富汗的关系 还不错啊 所以中国人申请签证 还是得到了阿富汗的一些优惠 向伊朗人去办这个签证 他们的费用是100美金 那可以拿到一个月的旅游签 出签的时间是5天 如果说他们要加级的话 时间进去在里面待30天 就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签证就是访问签啊 访问签在德黑兰的时候 我没有问过 但是在马斯哈德我问了一下 他们可以给到三个月的访问签 访问签同时也是不需要任何材料的 只是给钱就好了 三个月的价钱好像是200多 或者是300美金 我忘了 然后第三个商务签的话 就是需要邀请函 这个东西就不细说了 那这就是阿富汗的签证 大概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呢 这个就可以说到说到了 根据我的了解 目前来说 他们的首都喀布尔那边 治安状况还可以啊 然后前两个星期 我在伊斯法汗的时候 在那边遇到一个从阿富汗过来的兄弟 他告诉我说 他在坎大哈的时候啊 就在街上随便走 走着走着 突然三个塔尼班把他给绑起来 送到监狱去了 蹲了三天 最后联系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把他给救出来了 所以阿富汗除了他们的首都以外 其他的城市 尤其是边境城市 根据我的了解来说 并不是特别推荐在那边停留啊 然后阿富汗在马斯哈德的领事馆 他们的工作人员 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啊 而且他们也会说英语 总体来说 我在这里办理签证的体验 还是非常愉快的 稍微提示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带的美金是旧的美金 那在这边来付钱的时候 他们是要收一定的手续费的 那我这次给的就是旧的美金啊 所以我其实是付了125美金 多用了5美金的手续费 进了这么多阿富汗签证的干货 也该点个赞了啊 点个收藏 点个赞 下次你们来阿富汗 就知道怎么来办理了 这个动物园的票价 也是我来伊朗以后 享受到的唯一一次 跟本地人价钱一样啊 这边票价是40万 本地人也是40万 平时我去伊朗的景点啊 我们外国游客的价格 都是本地人的10倍 或者是20倍 人家给个5万 我们给个100万 基本上都这样啊 这次还挺好 40万通票 然后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小的区域 是爬行动物区啊 就是一些蛇呀 蜥蜴呀之类的 然后那个地方在额外 再给10万的门票 总体来说50万 就是差不多人民币10块钱 还是非常划算啊 来这边的话是 可以坐地铁到地铁 到这个动物园 有一点几公里 走个十几分钟就到了啊 地铁票的话价格是2万 2万的话换成人民币 就是几毛钱啊 我换不过来了 可能是4毛钱左右 随便做啊 无论多少站都是4毛钱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喜欢视频就点个关系点个赞 我是大乘子 拜拜